我們植物散藥素是什麼 陽光 風氣 水 這三個散藥素 說到這點 先幫你切去 我的花有什麼不一樣 跟你們看有什麼不一樣 要氣根 不用一坨對不對 很多人 很多人會問問 東西一定要煮一坨 我可以說 陽光 空氣 水 這三個就足以讓植物存活 就足以讓植物存活 只是說你今天要讓植物活得很漂亮 你需要有一個地方 讓它這個養分去保存 這個我們才看看 在不同的植物 它可能需要一些 比如說戒指 或是土壤 或是這樣的東西 但是每種植物所需要的濕度不同 這個很重要 所以不可以說 不管什麼東西 三個都一樣的健康 這樣有可能的健康就是這個原因來了 好 來 先說陽光 空氣 水 我就是跟大家理解 我們的植物通過陽光 行光合作用過程 把它吸收的水 跟大自然的碳合物 去做一個循環 對 它就變成它的能量 在裡面可以儲存 所以簡單說 植物它就是一邊行光合作用 每天在儲存它的能量 移光的作用 質料如何 它後面還有機會 那個極出很漂亮的花 會很適合的水 這個是一個前提 所以很多人跟我講 花買回去不會開花 第一個最大原因 很有可能是光合作用不足 所以光合作用不足就可以往後回推 有可能是光線不足 或是水分不足 水分不足就造成你的能量儲存不足 所以這種東西 我自己教的都是邏輯 你把邏輯想清楚了 你就去看你們家的環境 照顧不好的原因 其實有時候不是你別的問題 是你的環境就不對了 變一變 比如說我們今天在電影腳架劍 我往外面靠近一尺 跟往後推一尺 它的光度就不同 所以這個只能依賴大家的想法 慢慢去做 先說這點也比較重要 我們可以說水 你們都幾天要一條水 一個禮拜看禮拜 很多工法都有 這是怎樣 這是要給大家了解 因為大家兩條的環境不一樣 只能搭配三天要一條 只能搭配七天要一條 所以這也是給大家了解 禮拜這個正確的 但是要看禮拜禮拜 誰叫禮拜 禮拜到多少個禮拜 叫禮拜 這個禮拜禮拜 不要相信白禮拜 不要相信你的頭髮 因為這樣想說三天看 你不知道像這個天氣三天 有打不 還不 所以簡單地用手去摸 因為你們家 每個人家的環境不一樣 你用手去摸的時候 你感受 我們說的打就是三分打 不可以一轉打 你轉打 你的腰圍摸會叫不出來 三分打 我們還要加水 加水一個厚的徹底給打 甚至用砲也沒關係 像你看我可以做很多補充的 我們都用懶人法 懶人法也是最安全的方法 我們就一個禮拜把它砲一次 一個禮拜砲一次 全問砲濕 砲濕完就讓它 但是我的砲法不會 不會整個砲到裡面 大概先講一個技巧 你說我腳那麼高 我砲砲一砲 它會有風氣效應 它只能上去 所以這樣就好 是不會過渡濕 因為我看到過渡濕 其實是這樣濕透 我還在三個砲之前 這個牌也太濕了 所以你砲一砲的時候 你會不會煩到它 過濕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人在一種 叫半水根的栽子環 有沒有看過 有齁 就底下泡一個杯子 上面放一個容器 底下那個杯子保持那個水 好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一個方法 剛開始初期的時候 都會用這個方法來做 好 來 豪哥要來了 我們現在 因為這個火熱 所以這個天堂是關開的 這個天堂關開 不不不就好 我這個天堂也能打開 你看 你看我整座有沒有 是有齒輪 這個 這個是我們算 我們台灣算 比較先進的一個溫室 我們又身為結尾精的溫室 它沒有下一個時候 自動會打開 它打開有什麼好處 不是 空氣 熱空氣可以自動出去 所以當熱空氣跑出去的時候 都自動拉旁邊的冷空氣進來 所以我不用耗能 我就可以達到循環的效果 這個給大家一個這樣的概念 為什麼很重要 我們講的陽光 空氣 水的空氣指的是有兩個條件 一個叫通風 就是這一個 你怎麼樣在通風 很多人 尤其南火裡面 都說的是叫蝴蝶蝶 很多人蝴蝶蝶 補在辦公室 那辦公室呢 你白天跟你一直吹冷氣很開心 那你晚上晃覺回家 就在那邊悶著一個晚上 日不一日 慢慢的它就越來越不漂亮 事實上就是空氣不流通 所以你以後我們擺東西擺植物 空氣流通你知道嗎 我們其實早期齁 在古代都講一個書以 那個家中蘭茲齁 如果放了一盆蘭花 感覺這一個家裡面 氣場會比較好 或是那個磁場比較好 這個東西我按照現在的科學邏輯 去擴解這個 如果你們家那個位置 有可能把一盆蘭花長得非常好 那表示什麼 表示那個地方 表示它陽光 空氣水一定很好 你看齁 如果陽光空氣水都很好 以外來說 安人家裡面 絕對嗎 所以這個就會合理 就是說那個磁場很好 事實上就是一個 陽光空氣水的一個 調整概念 是這樣拿的齁 好 那另外剛才講到其實陽光 對不對 陽光你看看這一棟齁 我這邊 因為平常常常在這裡解說 所以這個就用固定了 旁邊呢 旁邊這一個是自動的 當它光度太強的時候 就是太陽太強的時候 自動會拉開 放它再多遮一層陰 光度不夠的時候 它就自動再收回來 這個就是我們 全部用電腦控制的齁 那為什麼要去控制陽光 為什麼 大家知道嗎 不能太強 不能太強 到底會怎樣 好 來 好 第一個大家強的都是曬山齁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 在我們在科學裡面 我們更要的是它的光合作用效率 齁 這 這大家比較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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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遜 就行光合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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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排出氧气 但是呢 我们刚才讲呼吸作用呢 植物的呼吸作用是干嘛 吸收什么 光合作用是吸收二氧化碳 排出氧气 呼吸作用呢 对哦 呼吸作用的时候 就是吸收氧气排二氧化碳 所以很多人 我在讲 什么时候去运动 有人告诉你 会知道没有运动吗 有 有听过吗 有哦 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 你早上去森林里面运动 它就要开始二氧化碳 密度相关的时候 所以其实我们根据现在的调查 其实最适合的运动环境 反而是在傍晚到晚上 大概八九点这段时间是最适合的 就是它刚好整个光合作用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这个因为很多人的知识都是一知半解啦 但是我通常会用科学的知识 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是这样子 阿伯林姐这样赶紧分享 好来过去讲的重点 光合作用是吸收二氧化碳换成氧气 所以我们就在测 比如说我的植物要投好重重的话 就是它光合作用效率越强 它可以出场养分就对对对对 出场能量越多 所以我们就会去测 它的光度的幅度到哪里的时候 它的光合作用效率是最好 比如说我们以LAX来讲 它可能从100到200 300 500到1000 23000到1万 每一个植物有它适合的 可能这种品种它适合3000 那个品种适合7000 那我在照顾这边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的参数 比如说像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兰花大概都适合在7000左右 我们去里面看看 我们太阳的造队能够多少 我们阳光太阳造队能够多少 蛤 有概念吗 没有 好 跟大家讲 一般来讲 在南部夏天震热的时候 大概可以达到1万7到2万 你们家的比较多数 多少 四十 八十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的观念 日光刚才怎么说 都没有办法取代太阳 那个照度差异非常大 你要让你照射到太阳边转一身 我跟你说 你人缘消耗絶毫不合 所以给大家一个概念 好 我话说回来 刚才讲 7000 8000是最重的南方阵 所以我们的设定就是 让它当它超过到1万多的时候 下面这一个50%的 位再拉出去 让它拉出去的时候 让它一直保持在7、8000最好的照度 所以一样是同样的阳光 我让我每天的光耗效率达到最高 这个就是我们在科学的一个植物照顾法 好 这个是多一个逻辑 现在不管任何的植物照顾包含果树 我们都开始用这一套方式来做 对 分享给大家 很久的时候 我们日落后的时候 我们所谓的叫全日照 就像你们看到 芒果 对 特别是柠檬 芒果 这些都属于全日照 它的照度就要很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未来在 该结合光电的时候 一些控制的一个方向 阳光空气水 好 第二 他要说空气的条件 我说得了 蛮好症吗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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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有錯 欸 大家可有聽到記憶 還是要講到陽光空氣者這件事 那我再講空氣的另外一個條件叫什麼 剛才講第一個條件叫通風 另外一個條件 有沒有看到那個在轉 為什麼它在轉 因為裡面會門 如果沒有那個會門 所以透過一個循環扇讓它在通 空氣的第二個條件叫溫度 叫溫度 為什麼呢 我們蘭花呢 蘭花指的是什麼 蘭花指的是建門岡木刻鼠轉 蘭科底下開花植物 我們都統稱歸蘭花 但是蘭科底下呢 不是只有一個蝴蝶蘭 它有八百多種樹 蝴蝶蘭鼠 文青蘭鼠 聖耀蘭鼠 千代蘭鼠 對不起 不然講千代蘭 千代蘭沒有一個鼠 它是百代跟萬代叫出來叫千代 萬代蘭鼠 絲湖蘭鼠 我們這邊有很多不同的鼠疊 透過這些不同的鼠疊 它有不同的什麼 原生環境 它不同的原生環境 就有不同的什麼 溫度 重點在這裡 你不會聽說熱帶蘭的話 熱帶蘭的話會覺得很熱嗎 是不是 是不是 這個讚喔 大家做我的地勢 熱帶蘭的話指的是 它的原生地在赤道附近 它是指的是緯度 它的原生環境在緯度 但是是不是叫溫度 不是喔 有沒有聽過叫熱帶高原 有喔 有一些熱帶高原 它的溫度也是很低喔 所以你不能講這個是叫熱帶的話 它一定是高溫 所以這個要是有平均的差別 就像我們溫辛蘭 我最早使用 從二十幾年前 那邊是我父親的介紹 我們從二十幾年前開始種溫辛蘭 我去查溫辛蘭的原生種有700多種 到海邊的到2000多公尺的都有它的原生種 所以你要看你種到什麼樣的品種 你就要試著什麼溫度給它 好 所以簡單來講 我們把燃花昆成高溫蘭 中溫蘭跟低溫蘭 低溫 平均來講大概就是15度以下 台灣有全世界很有名的一次低溫蘭 在我們的阿里山上 有沒有看過 第一個名字是數字 宜葉 宜葉蘭 宜葉蘭是台灣的驕傲 它在我們的阿里山上是我們的原生種 對 那相對的你把宜葉蘭拿回你家種 就一定是不好種 因為它是一個低溫蘭 它平均要在15度以下 第二的我們說的就是中溫蘭 中溫蘭往上調 就是15到25 這種蘭花我們說什麼要留料 是怎麼樣 太低溫要加溫 太高溫要降溫 嚇寒又嚇熱 以前我們常買的都是中溫蘭 包含什麼 我們最常看的 蝴蝶蘭 還有什麼 虎頭蘭 甚至有一些 有一些偷鞋蘭類的 都是屬於這一種中溫蘭 所以變成我們買了這些花 我們以前買都什麼時候買 猜 想一下我們以前買這些花都什麼時候買 過年 過年 請問過年什麼溫度 是不是就跟我講的15到25 所以那時候回來 怎麼整清再澄也漂亮 不好意思 過三個月之後 進入春天夏天 怎麼整都不漂亮 溫度就是圓的 問題就是溫度 所以有時候不是說我照顧的方法不對 是你那個環境 已經淘掉它最適合的環境了 它原因是在這個地方 那我背後這一群 我去找回來這些品種 它就屬於我們的高溫蘭 高溫蘭這色的溫度 它Range更大 它可以從18度到34度 34 超過30度這種東西 跟你們說另外一個翻譯詞 叫不怕落 叫不怕落 不怕落還不怕落在唐風 最重要的 不怕落在唐風 唐風 濕度是一個水分的一個管理條件 對 好我從這裡面先講 我剛才講 有兩個關鍵數字 一個叫18 一個叫34 34代表它不怕落 但是18代表什麼 18代表什麼 代表一間光 所以這一些高溫蘭呢 它的種子技巧 第一個叫玉寒 所以這間你看 它到當天的時候溫度 低於19度 全部車窗會自動放下來 保溫 會啟動保溫機制 對 因為呢 它怕冷風吹 齁 你如果 十八度以下 它又 凶風在那裡吹 它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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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整個它會怎樣 感冒 它會感冒 它感冒 放空 你看 齁 所以那個花呢 你注意看 會比較有的 讓我落的 它就是感冒 事實上在科學裡面 我們就把它驗出來 那個產生一種叫 離塵酸 離塵酸會啟動到保護機制 掉葉子 去保護自己的水分殘滅 對 所以呢 另外一個 它怕冷 十八度以下 所以我跟大家說 十八度以下 不可以 壓水 是怎樣 我們 我們是不是 每天在氣象報告的時候 都有在跟你講 我們有兩種溫度 一種叫什麼溫度 一個叫絕對溫度 絕對溫度就是我們的溫度 估計上面那個溫度 代替別溫度 另外一個叫什麼溫度 叫體感溫度 就是身體上感受到溫度 叫體感溫度 體感溫度跟什麼有關係 跟什麼有關係 體感溫度跟什麼有關係 今天 今天大家感受 其實今天 運動怎麼會高 不會對不對 但是今天 會不舒服對不對 為什麼 跟溪度有關係 溪度越高 我們的體感溫度 越明顯 如果溫度高的時候 比如說 事實上現在我們看 來 我還要給你溫度 來 你看 正大幾度 正二十五度而已 正才二十五度 你冷氣做幾度 冷氣也做到幾度對不對 對啊 所以五度 照你說應該要蓋涼爽對不對 但是你現在有覺得很涼爽嗎 沒有 它會有點濕濕黏黏的 就是濕度太高了 所以我們現在體感溫度 可能會到二十九到三十度 給大家一個觀念 所以呢 我剛才講 回到說 回到頭來 我們的植物生理 當它十八度以下 你在給它澆水的時候 它感受是十八度嗎 不是喔 可能變成十一度到十二度 所以這個就變成 一本來十八度 在我冷而已 還不會產生生理破壞 但是你水給它澆下去 它的生理溫度 就產生破壞性的 的 影響在裡面 所以 說簡單 我們就跟他說 陽光空氣水 陽光空氣 我們不太能控制 我們可以控制水 但是所以說 在荷蘭 光垃圾 要三年 三年才三個就執照 喔 那講解說是不行 好 陽光空氣水 我講到一個講完 好 好 我 感谢观看